我现在在湖南的凤凰古城 这个地方很漂亮吧 这个就是驼江 看上面这个桥特别美 这个倒影印在下面啊 圆形的拱桥了 旁边江两边有很多的吊脚楼 这些现在都是改成民宿和酒店了 这种楼就叫做吊脚楼啊 就是用这些柱子把它支撑住的 你看它从那个地上延伸出来这么宽的一截呢 全靠这些柱子给它支撑住 就像吊在半空中一样 所以叫吊脚楼 我今天就住在这个吊脚楼里面啊 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住的地方啊 都是这样的小巷子 青石板路 有二层的三层的 都是临江的客栈 我住在三楼 这是木头房子啊 走起来这个嘎吱嘎吱的 这边 看看房间里面啊 一个大床 房顶也是全木头的 这边是卫生间 房间比较小 这都不重要啊 最重要的是这个阳台 哇塞 在阳台上看风景 这就是美丽的陀江 凤凰古城 这边江边全都是民宿和客栈 每一家都有这个阳台 或者是大瓢窗 阳台上有的放的是这个吊篮 有的放的是功夫茶具 像我这个是功夫茶 在这边喝点茶水 看着外面的美景 太棒了 然后我对面这里 还有两个大水车呢 然后这个花 它是假的 给人拍照用的 再往这边看一下 那个是红桥 那个桥的倒影很美 这个山上啊 还有一座塔呢 其实我是想爬到那个底上 去看看风景的 但是我听人说 当地人去世以后 会埋在这个山上啊 是上山的路上都有很多的墓地之类的 所以不建议上去看景 现在白天的凤凰古城啊 大家看这个江边 没有几个人 游客比较少 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吧 可能晚上比较热闹 晚上灯光打开以后会很漂亮 我晚上再拍一下 先看一下我房间里面 这边喝茶的 可能我现在三十多还没到年龄吧 我这个年龄对喝茶不感兴趣啊 看看房间里面吧 空调 电视啊 大床 他这个用的是厚被子 特别的厚 因为在这水边 晚上还是有点凉的 而且潮气也比较重啊 所以是木地板 卫生间 有热水 晚上洗个热水澡 非常好 这个房间 我在网上订的 126一个晚上 大家觉得合不合适呢 我觉得来凤凰古城 就是要住在这种吊脚楼里面 可以看着外面的江景 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嘛 这才是出来旅游 放松的状态 还可以坐船呢 下面 现在晚上七点半了 去看一下夜景 和白天的对比一下 看看哪个更漂亮 哇塞 看这个夜景 美不美 就像在画中一样啊 正好有个小船 从这里过去了 对面那个 很多唱歌的酒吧 晚上不知道要唱到几点 看那个山上 灯光也打开了 大家看对面这个房子 全部都有倒影 真的就像是 画一样 船在画中有 还是晚上更有感觉是吧 晚上这些酒吧都开了 白天时候都没有人唱歌的 白天感觉冷冷清清的 晚上就有活力了 这个地方还喷那个雾气出来 搞得很魔幻 很梦幻的感觉啊 然后再看看这边啊 那个是红桥 看那个灯光多漂亮 然后这边的这个水边 它还搞得这个水幕电影一样 在这岸上 营造出来一种水箱的那个感觉 然后我们看远处 那个山上还有个亮灯的地方 那就是白天看到的那个塔 是不是挺高的 这山都看不到 只能看到山顶的这个塔亮灯了 这个临江的客栈贵有贵的道理啊 这个景色确实是值这个钱 我明天还要住一晚 我打算住到对面的这个高一点的地方去 在那里可以看到整个古镇的这个夜景 明天画到对岸去啊 然后看看我房间里吧 还是晚上还是坐在这里喝点茶水 一个人的话确实是少了点感觉啊 要是两个人就好了 一人坐一边 然后这样对着喝茶 然后看着窗外的美景 你说是不是 哎呀人生夫妇何求 然后晚上呢 这里其实有一点点凉呢 因为它是淋水的 但是打开空调的话就可以了 毕竟你不是每天住在这里 如果每天住在这里 肯定有什么分尸之类的呢 是吧 哎呀这个房间还可以吧 126块钱 大家觉得值吗 好的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大家看完点个赞啊 拜拜